大會主席游院長 是不是請蘇院長 還有那個省部長 蘇院長請 省部長請 蘇院長你好 我想美國總統川普剛剛簽署由國會議員提出的台北法案 那本席要請教院長你認為對台美關係提升都是正面而且實質有利嗎 感謝吳議員 我們看到這些年來蔡總統對於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做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們也看到美國對台灣非常的友善 包括國會通過很多 我了解 那現在這個簽署也對於台灣無論是在國際參與 無論台美關係都是非常正面 都是正面 那個蘇院長我請教 因為法案中美國談判代表要強化台美雙邊貿易經濟的一些關係 需要與國會進行諮商 那你認為對將來像美豬美牛進口的談判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 台灣和美國的貿易關係非常綿密 我們也一直希望對於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而且是對我國最友好的國家擴大貿易 那對於台美之間的貿易都秉承雙方互惠有利來進行 院長因為美豬美牛他是絕對拿出來 這個就是一定會在談判的時候提出來 到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應對 那個蘇院長你在幹嘛呢 我們是看到整個WTO的體系裡面 對於貿易都會彼此怎麼樣互惠有利 也都有一定的規則 台灣我們國家在蔡總統領導下 政府一定是保護國人 保護國人健康 互合國際標準 所以說你到時候要是提出美豬美牛要進口的談判 那你認為我們是要接受還不接受 我們政府始終都是保護國人健康 符合世界標準以科學一計來做為最高的準則 郭院長因為這個法案會不會對兩岸 既有的關係經貿產生一些變化 因為我們都知道EGFA馬上就到齊了 那這個你認為對兩岸的整個未來 你會認為會變好還是會變壞 你說 兩岸兩岸 我們跟對岸 因為這個法案簽了以後 我們跟對岸 因為這個EGFA馬上就到了 蘇院長這是很 就是迫切現在馬上會存在的問題 會不會產生變化 委員這一次疫情全世界都看到 如經濟學理論所說 不宜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那我們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非常重要 我們一定互退互利 我們同樣的對全世界國家之間的互動 那個蘇院長 我們從對岸那裡貿易順差 每一年最少有800億到900億左右的美金 部長是不是 是 有齁 那因為齁 當然我們是以整體來考量 但是本席要提醒就是說 這個 要是能夠維持現狀當然是非常好 那你不要到時候變成我們台灣 變成中美兩國的夾心餅乾 這一點是很重要很重要 那個院長你有什麼看法 委員 台灣是個國家 我們一定以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 我們不會成為人家的夾心餅乾 我們只希望和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能夠互惠有利的來往 這個我都支持 我們是希望說不要顧此思彼 到時候變成人家的夾心餅乾 對這就是 對對 這就是要這樣努力 院長我再請教你 我想因為直留在湖北台灣的鄉親 他們的心聲很單純 現在啊 只要能夠回家 回到台灣 什麼樣的模式 其實他們都可以配合 那讓台灣人從大陸 反台的這個防疫的整個措施 本席都順時鐘 那尊重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決定 但是希望指揮中心的做法 不要讓民眾再返家之路 這個困難重重 因為上次血友病 從成都 反台的這個模式 應用在此次 華安飛機上 上海的航班 定時定點 那本行是希望大家彼此能夠克制 尤其綠營啊 很多民意代表 包括1450的側翼啊 包括網軍啊 不要在這個節骨眼上 來橫生節肢 橫生之節 那請問蘇院長 因為我方跟對岸大陸 陸方 是我有取得默契 彼此願意以類包機啊 的這種模式來協助台灣的鄉親反台 謝謝委員 對於 滯留武漢的國人同胞反台 政府始終 用盡全力 而且是關心 而且是希望他們能夠回來的 但 因為第一趟的這個飛機 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更小心 第二趟總算兩邊多 我知道 那現在接下來 有沒有默契嗎 雖然一波三折 第二趟也是一波三折 但總算 你回來 而且現在已經出關了 現在我們很希望 能夠繼續 把國人同胞接回來 不過 因為 現在 一方面 兩邊繼續進行協商 一方面 看起來 中國有說 要武漢解除啦 等等 四月八號要解除嘛 那現在就是我要請教蘇院長 委員 我們跟對方的內報器有沒有默契 有沒有默契 委員 你讓我講完整 中國雖然解除武漢封城 但是 他的北京 還是不能讓武漢的人進去 他還是有相關的管制 同樣的道理 我們 一方面要接尾同胞 一方面要保護 同一部飛機的人的健康 也要保護 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 因此 他如果不是向第二趟 這樣飛機一飛 那就 讓國人同胞 自由武漢的國人同胞 到 有開放機場 所以我們指定 搬機 比如 在上海 哪一班 哪一天的飛機 因為 也要做準備 上面 也要有相關 防疫措施 才能保護 機組員 保護 這些 同胞 以及 回來的時候 保護 兩千三百萬 所以 現在 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作業 因為已經經過好幾個月 他們的心聲 我相信 行政院 你應該要 跟對岸 要是能夠取得一個默契 讓他們能夠順利 趕快 一直都做這樣的努力 院長 我再請教 全中選會的主委 陳寧賢 因為辦理公投 這個相關的缺失 多花了931萬 預算 來刊登這些 廣告 那個 撤銷行政院 修正的 這個修正版的意見書 那目前啊 日前 工程會認定說 陳寧賢 所為 影響到整個 公民投票的意願 嚴重損擊政府的公信力 判決 就是 罰20萬塊 那本期認為政府 預算 這都是名指名高 結果 確實官員錯誤啊 百姓付錢 那行政院 那行政院本來就應該要依法行政 結果卻帶來違法 帶頭違法 希望蘇院長 要引以為見 至於說 多花掉的931萬的 這個燈這些 這個廣告的公堂啊 我認為 這個部位首長 不能逃避 依審計法的規定 就是一定要追回來 那主動要負起賠償的責任 院長你的看法咧 委員 我們對於 2018的選舉 是一個非常 需要面對 因為做得不好 那一個選舉真的幫忙 那搞到晚上三四點啊 那個搞了一天多 那而且裡面喔 問題一堆啦 一螺框 那最後又登廣告 這都是名子名高 我認為站在審計的立場 就是要把錢追回來 當初 通過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包括那些委員 你一直要 這個通過 就是要 去處理的 就要去登廣告 那些人都要負責任 今天要是說 一個行政官員 你不必負責任 那做了一些不應該的工作 結果要全民去負擔 這是沒有道理的啦 委員 那個院長你能不能認同 我認為我的態度就是 經濟市長一致 那一件事情做不好 所以 痛家檢討 所以主委也換人 作業方式也檢討 所以2020就辦得很好 所以說 先前所發到的 名子名高931萬 應該要追回來 你認不認同 我們尊重判決 該怎麼做 就該怎麼做 因為那個審計部本來就要去追 你要是今天工程會這樣判定 審計部再沒有追的話 那就審計部失職 我認為這個是名子名高 本來就應該要追 那個 院長我再請教你 因為 7月下行 本來要舉辦東京奧運 那已確定延長一年的舉辦 換言之 這個 新冠會員疫情在夏天 沒有辦法獲得有效的控制 因為 陳建仁副總統也說 新冠會員疫情 反而至少要兩個月 換言之 蘇院長 520以前疫情是 不樂觀的一個期待 那外界認為 考量疫情持續的發展 政權換降 可以說風險過大 如果沒有意外 520之後 蔡英文總統 應該仍然會任用 蘇院長 你來擔任 行政院院長 那本期要請問 蘇院長 蔡總統 有沒有跟你談過520 這個後生涯規劃 有沒有 委員 你剛才是在談奧運 對啦 奧運 奧運是這樣 我給委員做說明 我說 因為這段時間 蘇院長 你有換幾個國營事業 那其實 當然因為這一次的 這個冠狀病毒等等 那這段時間 蘇院長當然 你也用心去處理 問題是 這個這段時間 有一些 就是國營事業 這個 更替這些人選嘛 有幾位嘛 那因為520馬上要到 那到底 這個 那個 院長 那個 蔡英文總統 有沒有跟你談過 你續任的事情 有沒有 委員 這樣 好幾個題目 弄在一起 你現在 我特別要說明 國營事業 我絕對 以 怎麼樣讓國營事業好 我知道 來作業 那我本來這些 國營事業 董事長到期 我也可以 大賣人情 我也可以 去拉幫結派 我絕對 不是這樣的風格 我也覺得 這不是國人期待 所以 這些到期的 董事長 是 該續 該 下來 我都有一個原則 第一 我不排斥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都經過歷練 參與政府或監督政府 政治人物 都有很多好人才 我有些國營事業 我也都請他們續任 有些 新任 大概外界不一定知道 但 另外一個 如果 委員剛才說指教 為什麼我聽這些 院長 因為 這個 2019年5月 台北市長柯文哲 沉痛批民進黨 新潮流沒倒 台灣不會好 對照最近國營事業 或關股公司 高層陸續的異動 本席認為 蔡英文總統也認同 新潮流勢力 有必要去做調整 藉由蘇院長您對外 半黑臉 向民進黨 新潮流系 來開刀 以彰顯 蔡英文總統 所擁有 817萬民意的支持的力量 那 如今 新潮流 跟蘇院長的 鬥爭 台面化 本席認為民進黨 政黨內部的鬥爭 自己內部處理就好 不要搬到台面上 以影響整個國家的運作 造成民間外界 這個觀感不佳 那現階段最最緊要的就是 把防疫的工作 把它做好 除非有重大的失職 或其他生涯的規劃 本席 這個 在此 特別建議 蘇院長 在520以前 政府的人事更動 我認為說 應該 盡量避免 你認為呢 不會 委員 你剛才那些講法過度解讀了 這個蔡總統也沒有這樣的做法 我也不是用流派來考量 不是 我現在當然防疫第一 不過有一些是因為任期到了 也必須處理 所以 我還是剛才所說 我 以 視財視所 我 同樣 不排斥政治人物 另外 就是要把整個 你在哪裡做哪個事 就把它 做好 有績效 讓大家 好 好